六四事件27週年 支聯會在維園舉行燭光悼念集會 支聯會說有12萬5千人參加 比去年少1萬人 警方說高峰時有21,800人 莫子盈報導 這一晚坐滿維園足球場的人 堅持無莫初衷 用燭光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 支聯會常委是民主烈士紀念碑獻花 4月27日 北京學生大遊行 抗議人民日報426 同一群年輕人點起火具 非聯會主席和俊仁師生 聯同年輕人 共同燃起自由民主的火具 人點火炬 大會播出天安門母親代表 譚淑琴的錄像講話 她的女兒是桂魚 在89年六四當晚 送朋友回家的時候怨難 我一個母親也永遠失去了我百般疼愛的女兒 我的心好痛啊 事後我慢慢的知道 當天死去的人太多了 她相信公道自在人間 並且感謝港人的堅持 讓她們有信心繼續走下去 89年學聯團的成員 曾經去到北京的陳青華 提醒不要以為不理會中國的民主 就可以偏安爭取香港民主 討告是為了向那些 面對著強權 倍感無力 然後不以為放下爭取中國民主 放棄悼念六四 就可以偏安於香港 甚至香港獨立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躺開他們的心靈 增開他們的眼睛 有出席的人士已經是連續27年 參與維園集會 他們中了別人分化的計劃 如果是 我覺得是 大學生應該有他們的理想 有他們應該認為對的東西 但不是分化了這個聚會的力量 我覺得是為了香港的大學生可惜 參與者亦都有年輕人 家長和她六歲的女兒 她都是中國人 她是我們這一代人 而我們很覺得 我的女兒應該要知道發生甚麼事 她不應該是 因為世界轉變了 而不記得了 前面有人做過這些事 因為歷史是需要承傳的 今年是支聯會連續第27年 在維園舉辦六四祝國晚會 但亦都是連續第2年 沒有任何學聯代表出席晚會 我們手上的祝福 雪羊再追速要靠我 支聯會宣布 今年參與的人數有12萬5千人 交去年少1萬 其實過了27年了 今年還有12萬5千人出席 我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香港人很值得為自己驕傲 佛佛指 社會總有不同意見 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不要互相攻擊 因為整體上的團結 對爭取民主是非常重要 Nazivy記者莫子盈報導 我們的視聴 我們下 en祭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的電影 最有люд 都會保持 不要互相見